我想想啊,我以前是怎么样那个的呀 我以前是怎么样放的呀 对,最好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罩着 好,等我一下 我再来找一下 学习一下 哎呦 哎呦 哎呀 看一下我要怎么样拍我的美食 都不能浪费 你还在睡 难怪你总是没人追 目标就在眼前 我们下车转发 哎呀 太矮了 看够不够 对呀,够不到我啊 这我以前是怎么拍美食的呀 是的 所以说嘛 熟能生巧 时间长了就生熟了 哦,我有办法放一个凳子 我有办法 想起来了 对,我可以放一个凳子在这里啊 是啊,长度不够凳子来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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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长度不够凳子来凑 然后再给他 我以前的手机是怎么样俯拍的呀 小萌萌吃完了小萌萌 我在找镜头 我以前怎么做美食俯拍我忘了 哈 这么快,你吃饭可真快 你太精硬了吧 呢 我以前做家常菜的时候在厨房 就是用了它 把镜头对着那个盆 对 完了,我这长时间没用它了 我忘了怎么放啊 我怎么把手机放着 哈哈哈 这就可笑了,对 你说干不干干 你看 让我研究一下 所以我就说你好厉害啊小萌萌 你会的东西太多了 我不会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 你会的东西太多了 我不会的太多了 那 手机支架可以啊 这是以前的 以前我是播家常菜的 就做家常菜的 那个时候我超管给我找的角度 对,我以前不喜欢开磨皮 他说不行 他说要开磨皮 我说好吧 我说那 不开滤镜 对 不开美专 又越开越丑 真的 手机直播 真的是越开越丑 你们自己把手机打开看看就知道 他把你那个脸就整得跟你 真的 在斗鱼啊 手机直播 超级丑的 如果哪个主播 哪个主播 用手机直播的 那指定是颜值很高的 在现生活中 真的 而且是特资性的 所以你看 一般手机直播的很少 多半都是 电脑 他不会把你搞好看 他只会给你搞丑 然后呢 磨皮呢 确实给皮肤搞嫩了一点 对,这个是以前的 开美严呢 我只开了一点磨皮 这个是我来斗鱼 我说我不开那东西 他说太黑了 我说这真实 对,我就开了磨皮跟那个 瘦脸 因为我自己的脸很小 如果不开瘦脸 上镜了之后 他会把你的脸 像被人打了一百拳一样 肿的 就肿的你知道吧 你们 对 可以试一下 你不开直播 你就 把开直播点开 你不点开始 你就对着你自己 你看那个样子 再然后放一个镜子 你一边看镜子 一边看手机 你就知道 那玩意儿给你整的有多丑 人家直播都是整美了 真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了 我个人觉得我镜子里的我 比这里的我好看 好了,我要研究一下 我怎么把手机 所以 所以我都不怕 对 我一般如果说 对 有人愿意刷火箭 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关掉 给他看 对,我不怕 我不美 但是我也不丑 对 我有这个自信 不美也不丑 但是这样的话 他给我的手机挡住了呀 这个是竖着的呀 那我要怎么搞呢 我以前是怎么搞的呢 不是竖着的呀 看啥呀 什么看啥呀 看做饭的餐具 看啥呀 你想看啥 对 我要怎么把我的手机 你看 我如果点前置的话 他那个支架 给我的摄像头挡住了呀 是要换一遍吗 要这样吗 等会 我给他挪一下 这样是不是到了 哈哈哈 我操 啊,我不是你心里人吗 难道 难道我不是你的心上人吗 你都看我这么久了 我要怎么样搞呢 我以前是怎么搞的呢 请问 要不要我去问一下 我买这个支架的 这个支架是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买的 我要不要问一下他 我怎么样能够对着前面的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 默默,这个咋整呢 心里的 都说了是心里的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上个版哦 对 一毛钱也是爱嘛 是吧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四回打酱油 是反转呀 可是我一反转 你看 来我点一个反转呢 这不就对着呢 那个支架的那个啥了吗 反转他就对着支架 被支架挡住了 被那个 那个东西挡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 哎呀 哎呦 让我看一下 对 这个时候让你们看到我笨的一面 我看一下 真的我看一下 北上广哪个城市 完了 我是农村来的 所以你看我做一个主播 我连支架都不会用 做一个主播 我连支架都不会用 哎呦 作为一个主播 我连支架都不会用 嗯 我看一下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购物链 购物单 所以我我个人比较喜欢有安全感的地方 以及人 对 购物也是 是 手机支架 手机支架 支架 嗯 没事儿 是吧 有客服呢 找到呢 爱多美丽 充满心 充满心 只是在心里 他总是三年六顶 三年六顶 我自己 原来也是 Lemon tree 他是竖屏啊 可是我直播都是横屏了呀 他是把手机竖着的 但是我以前直播也是很平安 等等这一面对于自己 他是竖着的 谢谢 谢谢字母哥哥的关注 他是竖着的 那竖着怎么搞了 我这是横屏啊 是吧 你看一竖着脸就变瘦了 对 所以 所以你们看的 如果是开竖屏直播的 直播间他的人就显瘦一些 真的 我以前就是横屏的 没有竖屏 没有竖着播的 我再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这还给我难倒了 那这个样子呢 反过去呢 嗯 我们家海还没来呀 我是切换的镜头 这个我可以确定 我是点的反转 可是呢 可是呢 这样 反过来是不是到了 手机他能够自己反过来吗 哈哈哈哈 这个是倒着的呀 不行 这怎么真的那么牛逼 这竖子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不对 我就是要他这个样子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希望全无重 他怎么是反的呢 我心要的心弱 我心要的心弱 这也不对呀 我心要的心弱 我心要的心弱 你说的白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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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天光明亮 是我记忆中那方白 诶 怎么我那个 我那个镜像的那个剑去哪里了呀 却只能看见你 哦 怎么给我反 哦 又过来 嗨嗨 你来了 快点 我他妈整不好了 我以前是怎么播的 诶 对 我就是要这样子 我怎么给我的手机 对呀 活着回来呢 难不成你想到地狱去找我呀 我怎么把我这个 手机放在我这个架子上面 让它对着这个呢 你看我一把手机放在这里 它就 那个摄像头就卡在这里 我怎么搞呢 我以前是怎么搞的呀 哎哟 我好急哦 深呼吸 对 不能慌 我就是想把想手机这样放的 可是我要怎么搞呢 我确定我的手机不是 我的手机屁股掉一下 这道的呀 这他妈是反的呀 我望向你的眼睛 我望向你的眼睛 这是反的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只知道 点过来就是我 点过去就是美食 那么给我整反了 岩价 我怎么 完了 我他妈正不过来的 我成了反了 这他妈 牛逼 哎呦喂 今天让小默默看我的笑话了 你再知道了吗默默 我经常这个样子 真实吧 我之前确定以及肯定 我只点那个反转的镜头 一会儿可以对我一会儿可以对那个 对就是这样的 等会儿把盆整歪了 对 但是我怎么放上去呢 这就是这个关键就在这里呢 没有都是慢慢磨锁出来的 我之前会的 我之前是会的呢 我要卡在上面 它就挡住了 这真的是一段时间没搞 它就忘了 我的天啊 这此时此刻如果有人喊我撒笔 我接受 我接受 十九岁的那一天 我 肯定是我哪里没有搞对 我现在还是放上来啊 我现在还是放上来啊 你怎么搞的你说 你今天晚上让我掉链子 你到底要不要好好工作 不好工作给你下岗了 老板生气了 不是主人生气了 在你我的心中 看一下是不是 哦 我知道了 我当时也是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是这个问题 我后来问的那个人 这个是可以扭的 是这样子吗 对 这个有个小开关 想起来了 哎呦喂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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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有个开关可以扒的 我再想想 对 关键就在这里 关键就在这个开关 就在这个这里可以 一拉 拉出来之后 它可以转的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我还是问一下客服了 对 当我们不知道那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一下别人 不用闭门造车 这么多小星星 谢谢我海岸的小星星 我今天晚上还要复习一个 以前那个过的舞蹈 对 哇 快点快点 我问一下客服 来吧 还是请教他吧 今天 呦 完成一星了 哦 想起来了 我的 我的那个 我被扣了经验值 扣了九万九千个经验值 因为我没有保住我的三十七级的这个 这个啥 这个主播的这个啥级别 我也不懂 今天我收到了官方的消息 说我没有未完成三十七级主播的任务 完了呢 被扣了九万九千个经验值 卧槽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经验值是个啥意思 但是九万九千这个数字挺大了 这个数字挺大的 夏天的月 秋天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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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雪 冬天的雪 夜空的星 夜空的星 谢谢我海岸 我直接问客服 我要厚脸皮 对 脸皮薄了你他们有用吗 脸皮薄了你能够解决问题吗 no 对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天 晚上好 我给你们念出来 有问题想请教 很有礼貌的是不是这个主播 我说 亲 晚上好 有问题想请教 就是那个 那个指甲 不会用了 就是那个指甲不会用了 就是那个指甲不会用了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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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着 横着 拍 然后 切换 前置和后置 是吧 完了没 我拍给他看一下 免得说我他妈无聊 逗他 我给我的这个 这样显示我的真诚是吧 直接拍给人家看 可以吧 可以吧 怎么横着呢 我的妈要像螃蟹一样 等会啊 可以转动 怎么转动 怎么转动呢 怎么转动呢 真的 哇 谢谢 谢谢我孩子的背肌 谢谢哥哥米哟 哥哥的关注 谢谢 这是机器人吗 谢谢龙某人 哥哥的关注 用这里用力 他好可爱哟 他给我 我不敢把对话宽给你们看 他真的很可爱 他给这里画了一个箭头 他说 他想说的是这里可以转动 对 他说这里轻轻用点力 然后他就可以转动 好 问题是这个我知道 我跟他 我表达了跟他 哎呦 我要怎么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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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跟他说呢 欢迎大家啊 喜欢美食的 喜欢瑜伽的 喜欢谈天说地 谈人性的 可以点个关注啊 谢谢你们 这里用力可以转动 但是转了 但是转了 我这是在跟他 撒娇吗 那就手机问题 得问手机 可不 但是 但是这样 真的我每一次 如果把我的想法 和我跟别人对话的那个 给你们看 你们会觉得我很傻 但是这样子 手机摄像头 摄像头 摄像头 挡住了 会被 挡住 笑的 那就没转了 我他妈笑 这样 手 这样下 再手一下 不能这样 呀 只能这样子 是吗 不能 不能这样子 有没有 现在直播间有没有抄管 能否给我一下建议 哪一首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三天三夜 嘿嘿嘿 我问题没解决 你可以想个 你拍个想使用的效果图片看一下 我怎么跟他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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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他那个图片 我就想把手机 我就想把 我就想把 我就想把手机放这里 然后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跟同事吃饭去了 吃啥饭呀 看我不想吗 等会 我就想把手机 手机放在 这个 这个 支架 上 我给他拍一个 那还是那样的呀 一样的图片 我这个怎么编辑呢 这个图片又不能 哦 差点说错话了哟 他妈的 这里又不能编辑呀 这不好搞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呢 来小杜小杜 暂停 完了 我要拍视频了 我要 啊啊 倾吓嗓 嗯 对 跟小哥哥 这是一个小哥哥 我就跟他说 哎 怎么有点紧张的呢 对 我要拍视频 他问我怎么 放松 深呼吸 好 开始 就是我想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 横着 我知道他是可以转的 然后我想横着 对着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容器 可是呢 我把手机这样横着放的时候 我和 我还没换 我还没说完 你他妈就 就时间到了 重来 说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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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等 等会啊 你们看一个傻逼主播 那叫 那我叫陆锦琛 好 放松 对 我操 我这 这个是没滤镜的呢 把我手他妈拍的真丑 人家说 这肯定是个老女人 就是我想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横着放 然后我想 对横着对着我的这个餐具 可是我把手机放在这里的时候 他那个摄像头就被这里挡住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好 就这样吧 预暖 预暖 没声音啊 没声音啊 等会儿 来 我操 我操 还可以滤镜啊 我操 来 我们拿一个美颜好吧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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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他妈的 这拍视频还可以给滤镜啊 这是啥东西 这是啥东西 这啥回事啊 这是干啥呢 咕噜噜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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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蛾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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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íz 不会整 整不倒这些东西 真的 请喜欢就赶快下单吧 卧槽 我是不会用 我他妈问 怎么下单呀 我都已经有东西了 他让我喜欢就下单吧 太可爱了 刚才客服回我话说 请喜欢就赶紧下单吧 难不成他看不到 我是已经有了吗 好就这样就这样 我就再知道 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横着放 然后我想对 对着我的这个 视频保存中 请勿关闭 我为什么不喜欢 那个其实 其实除了喜欢 喜欢真实一点 比较好 这就是我懒 对我不想研究 但凡自拍 我从来不修图 对 我每次如果 微信里面发朋友圈 我总是 拿手机随便照 照着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 在我直播里面截图 我从来不修 因为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他还搞一句 清 你的眼光不错 赶紧下单吧 对我看他怎么回我 一读 哎呦 我以前用的好好的 真的是用的好好的 来打个光 你们看光 成了鬼了 真的有光跟没光 隔很远 你看 然后我们也能打个光 这是没光 来 这是有光 对不对 给点光 来给我 给我一点光 对 这有光了 有光了 是白了 没有给我回 小兔小兔 小兔小兔 接着播放歌曲 我这整一晚上我带 小兔小兔 播放上一首歌曲 好 一起来听这首 不想要的可能否 小兔小兔 小兔小兔 播放上一首歌曲 好的 我刚才没有仔细的听我的歌单 对 我看他有什么 有什么歌 我听漏的 需要删掉没删掉的 真的 我记得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当初也问过他了 刚买的时候 我看一下我跟客服的聊天记录 我看我跟他以前的聊天记录 以前的那个客服特别棒 他说别打开 先往后用力推开 就行了 笑死我了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他就给我几个字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确定吗 来 来我们来试一下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我好好理解一下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哎呀 等会等会 谁让我这么笨呢 是吧 来 我要有请各位 手机往上推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等会我先放在这个指甲上面 手机往上推 手机怎么往上推呢 谢谢 谢谢大漂亮哥哥 大漂亮哥哥 你们家女人呢 啊 哦 两个 大漂亮 Vlog 大漂亮小跟班 大漂亮的女人呢 推也不行了 推不上去呀 这不行啊 这 这他妈搞歪了 手机往上推 他把摄像头挡住 手机怎么往上推嘛 你遇到了这么认真的我 是吧 我又不喜欢亲眼放弃 这可如何是好啊 谢谢你让我看见 谢谢你让我看见 大漂亮 哎呦 用户哥哥来了 你都没说想我了 你几天没看到我了 我在研究东西呢 我搞不好 搞不好这个东西 呦 呦 手机死机了 翻不过去了 搞个锤子 手机完了 手机坏了 完了完了完了 搞的没用了 手机搞 手机坏了 手机那个反转的那个 搞不了了 搞不了 呢 手机反转的那个箭头 他点不动了 我要表演哭了 搞不好了 那就是搞他 搞半天 红船我以前是怎么放的呀 算了吧 嗯 我只能这个样子呢 我尽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搞不好了 我给他回个话 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推不动 手机哼着 手机 推不动 我给他发个哭哭的表情 给你休息一下吧 今晚先不重新你了 我们先要做蛋糕了 可是我那会儿真的 转动成横 竖着就行 我 我就是想问你是 竖着我会 竖着我会 可是我想横着 我想横着 再有给他两个哭的表情 对 等会把人家烦死了 找对象 如果找男朋友 就找这样子的 对 真的 如果说不介意 不介意职业的话 我个人觉得 女孩子找男朋友的话 客服不错 对 你可以去跟客服聊天 如果她是一个很有耐心 对 然后呢 你表达什么 不管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她都能听懂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 对 如果是没有耐心的 或者说 嫌你太幼稚或者太弱 不想回答你问题的 你立马就能感觉得到 对 哈哈经验之谈 是的呀 对吧 对 如果 你看 我觉得如果是我 再让我去找男朋友 我就要找 对 就在这一家 他妈找客服 问 直接问人家 去不去女朋友 对 有没有什么条件 对 让他把他的条件 说给我听一下 如果我们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一下 那又给我发过来了 他发了一个竖着的 看一下这样 这是竖着的呀 这是竖着的呀 我要横着的 我想要横着的 我在给发三个哭的表情 我哪个城市 哎呀 我俩缺少一点链接 哥哥 对 你点个关注 卡个牌子 对 多给点耐心就好了 我们两个上天 让我们今天 此时此刻相遇 是吧 然后我们还能够聊上几句 这是莫大的缘分呀 说明 上一辈子 我们就是认识的人 可是呢 总又感觉 有一点距离感 这个距离 要怎么让他拉近呢 你说两个人 有这么长一段距离 是吧 要想彼此 再认识多一点 再了解多一点 再看清楚一点 哎呦 这个女的 是不是长两只眼睛呢 是不是 两只耳朵呢 沈亿万 对 没毛病 就插在这个字上面了 对 就插在这个字上了 我看他回不回复我 如果这个客服 今天有耐心的 帮我解决的问题 我直接问他 亲爱的 你是单身 还是已经有女人了 对 信不信 他如果今天 把我问题解决了 我直接就这么问他 对 如果他说没有单身 我想说 因为我觉得 你是一个 很有耐心的男人 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 或者说 你可以说一下 你对女孩子 有些什么 什么条件 或者要求什么的 我看我能否满足 对 如果我还满足 目前满足不了的 我愿意去努力 对 达到 你的所有条件 可以吗 默默 谢谢 谢谢 百万哥哥的大喜 默默你觉得如何 真的 我如果不是说拍扣分 我也不知道 什么东西算违规 算不违规 眉毛挺有个性的 你再看一下 我的眼睛 我眼睛在看着你呢 一双 含起默默的眼睛 没有眉毛好看吗 没有回我 没有回我 对 有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我直播呢 就比较真实 这倒是真的 然后呢 我也比较随性 但不是随便 对 随性而不随便 感性而 感性而不性感 对 就这个样子 所以有些 我虽然来了 都一年多了 可是有些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装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时候把 放歌会违规 我有时候聊天会违规 我笑也会违规 所以刚才我们家哥哥 看到我很开心的时候 因为默默今天来了 对 异常的开心 然后呢 我就笑了 他说你快别笑 等会儿又得关小黑屋了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有时候只是 开心了 然后我就笑了 然后就违规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呢 真的 我吃东西 也许是小时候 吃妈妈的奶 吃得不够 知情优雅 谢谢 谢谢我默默 老是看到 哎哟 讨厌 人家等会儿脸红了 摸一下 哎呀 真的发热了 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害羞了 真的 可能是我小时候 我的口语没有 妈妈没有满足我 我吃东西也比较 就是怎么说呢 我吃东西 我身边的人都是看着说很有食欲 我喜欢舔舌头 也会违规 我已经收敛很多了 对 我没有摇手指头 我没有给你们看脚趾 我以前是喜欢看自己的脚趾的 对 这些通通都是违规的行为 我以前都不知道 再然后有时候会给自己的一些相片呀 或者证件照啊 给直播间朋友分享 也违规了 对 再然后有时候给我自己的朋友圈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也违规了 我现在真的是怕了 真的是怕了 不明白你想要怎么使用 你可以 你可以夹手机说明一下 那我在直播 我怎么跟他说假手机 好 我给手机稍微关 两秒钟 我拍个图片给他 我不用关 我不用关 我直接给他放上去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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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完别给我拿换了 我手机的反转镜头 忘了 坏 就是 512G的手机 为了直播 换了一个512G的手机 可是 只剩下50多机了 所以他现在脑卡机呢 他已经换不了 我先把手机熄灭一下 我拍个照给他 好了 我回来了 好了我回来了 就是这样 放着 手机 然后拍 拍 拍 拍容器 镜头被挡住了 哦 又没听疙瘩了 好了 哎 我刚才把他按洗了一下 我拍照给他 镜头被 被那个 被指甲 挡住了 挪动不了 这样 红着吧 镜头在那边呢 等会把人家搞疯了 等会把人家搞疯了 就中他敬业的态度 我要给他所有的好评 对 我一般买东西很少评论 好与不好我都不评 好 我会复够 不好我也就不追究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有长远 我刚才歌单又没那个 摄像头在哪边 用前置还是后置 用后 用 就是 用 用前置 用后置 就是镜头被挡住了 爱江山更爱美人几点呢 我今天 八点呢 哎我先慢慢跟他聊着 然后我先开始干吧 先不俯拍了 这玩意儿今天没成功 真的 因为我如果我找男朋友 我是不挑职业的 我喜欢有耐心的 我喜欢有耐心的人 喜欢有责任心的人 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两点是硬件 所以我觉得如果找 找对象的话 找一个当客服的还不错 因为那个职业注定的 他们就是一个比较 这边摄像头蛮湿的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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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 就 就在 红色箭头的 摄像头的 摄像头的后边 另外一头我理解一下他说的话 我都 一个人不是很 不很好吗 是的 肉松蛋糕 对今天是要做肉松蛋糕 都准备好的东西了 一个人是挺好的 我是说如果找的话 你现在家庭主妇 卧槽 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理解的吗 家庭主妇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我目前的认知 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 最难的一个职业 真的 家庭主妇超难的 我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 想切换 切换 嗯 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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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我 自己 我是说如果找对象的话 自我包装 在此空前 承认 与我们昨天 还能不能上街 但是 谢谢 谢谢碎彬彬 但是 这个客服是真的很有耐心 我把他跟我的聊天的话 读给你们听一下 对 他每一句话 他每一句话都让人特别的舒服 对 我今天晚上不是首先问我说亲晚上好 有问题想请教 就是那个支架不会用的 我想 横着拍 然后切换前置和后置 然后他问 怎么横拍呢亲 对 这句回答会非常的简明 然后呢 让人感觉很有礼貌 对 然后很温柔的样子 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相片给他 然后他就回答可以转动 我就问怎么转动呢 然后他就给我把图片标了一个箭头过来了 这里用力 可以转动 对 我就说但是这样子手机摄像头会被挡住了 您可以拍个想使用的效果图片看一下吗 对特别有礼貌 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视频 然后他又说手机往上推就挡不住了 对要是有的男人早就不耐烦了直接说手机往上推不就挡不住了吗 就是这种口气 对他没有加一个妈 对加了 所以有时候想想中国的文字真的很深奥 他用上一些标点符号和用上一些语去 语气的那个句词 他就不一样的感觉 我说手机横着放推不动 他说转成竖着就可以了 我说竖着我会 可是我想横着 然后他就又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过来了 他说你看一下这样 我说清这是竖着的呀 我想要横着的 他然后说 他说不明白你想要怎么使用 看不清楚你写的字呢 什么呢吗 你可以夹手机说明一下 好然后我就夹手机给他拍了一下 拍了一张 就是这样子放着手机 然后拍容器 镜头被支架挡住了 他又问镜头在哪边呢 对我说要这样横着拍 摄像头在哪边用前置还是后置 你看整个聊天下来 他没有一句话 或者说一个字是感觉他不耐烦 如果他是一个性质很急躁的人 他还能这样子去 跟自己的客户去沟通 说明他是一个很 首先是很有教养的 对很有教养的人 还是比较能够把持住自己的情绪的人 对哪怕他是一个暴躁的人 但是此时此刻他能够把持得住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哎呦 您现在把手机夹在另外一头 底座反转一下 好的我试试 好的 我试试 我加一句 请原谅 抱歉 对 我加一个抱歉 真的很抱歉 加一个真的很 真的很抱歉 对 我有点笨 我有点笨 不太聪明 我每天瑜伽 我今天大姨妈 除了姨妈的前三天 对 我基本每天都唸 因为我唸的是阿斯汤家 阿斯汤家 他跟其他的瑜伽是不一样的 他的要求就是要专注 然后要每周六天练习 他没有要你七天练习 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 用力过猛 就会适得其反 对 所以我之前每一周是练七天 老师说你可以 白天空出来 只静坐就可以了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处理家事 比如说处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 瑜伽很好 按这个图片这样就行 我去试试 我念瑜伽的目的 是为了静心 然后就是 调理我的关节 就是调理我身上 就是因为以前所养成的 带来的一些不好的毛病 比如说我的肩肘炎呀 比如说我的膝盖 半月板已经坏了 你没那个时间 嗯 你可能是你看你也直播都是挂着 哟 八点我洗漱的时间到了 我洗漱的时间到了怎么办 今天这个蛋糕可能做不了了 然后的话 我的腰有时候会经常的 腰肌脑损 严重的那种 因为我直播久做 我工作的时候也是需要用闪和站着的 所以呢 所以我为了调理我的身体 对 我念瑜伽不是为了拉伸 我是为了尽心 然后调理自己的身体 嗯 再然后找到自己 对 因为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呀 呃 一个人的一生 还是那句话 生和死我们决定不了 但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 我个人觉得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首先是有他的人生的使命 而不是说 过一天算一天 对 而不是说 今天我饿了 我就去满足嘴欲 明天我身体缺乏激情了 我就去找刺激 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 要想人生过得有意义的话 首先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 对 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之后 然后专注的去做它 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 你会体验到很多 你也会找到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和感觉 然后我找到了 嗯 很多人觉得很茫然 很焦虑 很烦躁 觉得自己 如果给他四个字来形容自己 已经过的前半生 有的人会很说 嗯 毫无意义 有的人会说 患得患失 有的人可能还会说 一无所有 有的人可能还会说 后悔莫及等等 我个人觉得那是因为 他们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 对真正想做的事情 每天都有活 每天都活得有质量 是吧 那就叫有意义是吧 某某我们是 我跟你这一点是共同的 所以当我 当 人没有主心骨的时候 就是 过得像刚才说的 焦虑 烦躁 然后 嗯 经常发牢骚 患得患失 但是 我之前也都有过这种 当我接 接触了那个阿斯汤家 我现在想给他直接说他的专 专属的称呼 叫阿斯汤家 因为说瑜伽 的话他的面太广了 有些人会 嗯 会理解的不一样 阿斯汤家他就是枯燥的 每天 简单的动作 反复做 重复做 对 然后对专注是要求特别严格 练阿斯汤家的时候 是不能说话 不能听音乐 对 其他的瑜伽是可以听音乐 可以 可以边交流 边练习 阿斯汤家不行 对 他是不允许的 其他的瑜伽 可以每隔两天念一次 或者一周念两次 阿斯汤家不行 阿斯汤家每周六次 就像你和你老公那事一样 宁愿好好的一次 不想 点赞 我也一样的 对 我也一样的 所以 我们都是 对生活有要求的人 对追求平质的人 交朋友也是 我现实生活中 几乎没有怎么交朋友 一方面可能是以前读书的时候 交朋友 受过挫折 对 然后呢 最主要的是 我想交到一个质量好的 对 如果没有 宁可不一样 做自己就好 我们要的是身心愉悦 愉悦的感觉 而不是快感 对 两码事 刺激快感 那些都是欲望 对 我个人觉得 身心愉悦的追求 它是 它是一种追求 对 它是一种追求 比较高端的那种 吃东西我现在也是 一般我现在都不喜欢吃外面的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达不到我 满足不了我的舌头的那种想要的感觉 所以我宁可自己做 哎 我洗漱的时间到了 它让我再研究一下 那我今天不做了 对 这也是我一个新的突破 以前我计划做的事情 必须要做 通宵也要做 现在 对 我想慢慢的改变 因为以前固化的认知 让我过得很痛苦 但凡 过于偏执的人 他都 他周围都是会被痛苦所围绕的 对 因为其实一体都有两面性 其实很多东西 它不是 怎么说呢 就像这两个盆一样是吧 一个大一个小 以前我就会 我就会 如果是必须二选一的话 我就会觉得 哎 好的 不好的 好的 坏的 我要怎么形容比较好了 就是我以前除了黑就只有白 除了好就只有不好 就只有坏 对 比如说 老师说 每天睡七个小时比较好 我就觉得 哎 必须按去睡七个小时 睡六个小时不行 都不行 就比较死吧 我的以前的那种固化的认知 和一些思想 超级可怕 就让我痛苦了很多年 痛苦了很多年 然后我慢慢的 无意间 对 跟瑜伽接上缘了之后 然后开始 学呼吸 呼吸 呼吸真的很好 自从我真正的 感受到呼吸的真谛之后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得到我的 以前 能够维持我 继续 做自己的这样一种方式 活下去的动力是 源于我小时候的 坚持长跑的一个习惯 和运动的一个习惯 但是现在不是了 有很多东西 它是不需要你去 用一种暴力 对待自己的 比如说你非要暴力的去对待自己 让自己去强度的练习 达到一个什么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或者一个什么效果 根本不需要 呼吸就很厉害 就靠一呼一吸 对都可以让我们人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都可以让你整个人 靠呼吸就可以把你支撑起来 我的头到腻 我的头到腻 我的头到腻指 第二次练习就可以起来了 不需要去 因为那一次我的呼吸 特别的平和 真的就靠呼吸 然后加上平日练习 所堆积的肌肉的力量 第二次我就头到腻练习 第二次我就能起来了 对就能起来了 然后然后很多人点赞 然后就说 因为我在朋友圈里面分享 他就说怎么做到的 念了很久吧 我说就第二次 我说真的就那一次 让我找到了呼吸的 对感觉和他的那个能量 你呼吸越均匀 你如果说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像这种 就说明此时此刻 不适合交流 不适合继续去做运动 对 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 但是我目前所体会到的是这个样子 当你觉得你的呼吸是这样的 对这个时候是最适合聊天 适合交流 适合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这种状态下去做 能够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效果 对 我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我还会去 平日会念一下我的核心 我基本上把手放在身体两侧 能够把我整个身体支撑起来 靠的 全部靠的不是 主要的不是手臂的力量 对 有手臂的力量有核心 更多的是我的呼吸 靠呼吸带动身体往上走 对 不是靠暴力 不是靠摧残自己的身体 靠暴力去 去让身体起来 但是这种感觉很微妙 它时有时无 有时候有有时候无 对 当你不够专注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当你够专注的时候 它就有了 这就是阿斯汤家的魅力 对 阿斯汤家的魅力 而且我每一次练习当中 都能够收获满满 都能够感悟到很多东西 感悟到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用到我的生活当中 解决我在人际 在工作 你觉得 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我不配呀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不配呀 我这一搞违规了 我都不敢 对 我要等我的分 长满了之后 对 小兔小兔 暂停播放 我跟你讲 默默我现在念到的一个 什么状态哈 虽然我 我算了一下 我真正的开始念瑜伽的话 应该是从去年 去 哦 不对 就是二 我看一下 我真正的 应该是在过年之前 那个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虽然之前我有接触过 但那都不算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够制律 我没有持续的练习 我觉得它不算 对 我现在真的能够 我 达到一种什么状态 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在 大自然中 对 我的脚 和我的手是悬空的 我整个就在大自然中 就在森林当中 真的就有那种感觉 特别棒 我很享受 有时候也会感 感觉到身体的疼痛感 但是那都没有关系 越是那种疼痛 越能够让我更专注 因为我如果越去想它 对 它就吞噬了我的专注力 我的专注就越来越弱 我的动作就越来越不流畅 对 那这个时候我越去不与它抗衡 对 我越不跟它抗衡 控制我的脑波动 想着我的呼吸 我过一会疼痛都没有了 真的 你们能否感觉一个有肩周炎的人 整个肩膀 能够被翻到超越头 的那种感觉 第一次我被我老师 对 第一次我被我的老师 这样夹着翻到 翻过头的时候 我现在都不敢做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着凉了 这里肩周炎又犯了 对 我第一次被我老师硬 让我的头看后面 然后硬把手摁到我的头那边的时候 哇 我整个人 就像我跑了一万米一样 我 我已经失去知觉了 我已经失去知觉了 但是什么让我忘记了那个疼痛 有疼痛感 但是我会慢慢的不去跟它抗衡 对 我让它弱化弱化 我只想着我的呼吸 想着我的呼吸的时候 一下子就过去了 对 一向子说就绕过头的时候 那一刻真的收获满满 收获满满 真的是收获满满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你不管是以后遇到了困难 或者你的情绪操控了你 或者你身体的疼痛感操控了你 或者你被他人操控了你 这个时候你越去跟他对抗 对 你就越难受 你越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 你越去专注你当下和眼前的东西 比如说专注于你的呼吸 或者专注于哪怕你吃东西 你就去专注你的吃东西 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一切 慢慢的就都好了 就好比有的人他脾气比较暴躁 他有一种表现 他要发脾气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他有意识到他的这一点 然后通过呼吸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对 通过呼吸他的手会不自觉的会松开 一旦他的手松开了 他的那个 心中的膜就被去掉了 真的超级厉害 所以说 脾气暴躁也没有关系 虽然我很怕 我我最怕的就是脾气暴躁的人 而且我不接受我也不喜欢 我会远离 但是但是真的可以通过呼吸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如果是他的家人 又跟他分不开的话 对离不开他必须在一块生活的人 真的可以帮助他提醒他 一旦他脸色变得 开始咬牙齿了或者捏拳头了 就说明他这个时候已经被他的情绪 被他心中的膜所操控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放一段 让他心平气和的 他平日喜欢听的音乐 或者说 说几句平日他喜欢听的话 这个时候 对 他的那种 神经会慢慢的慢慢的松懈下来 你然后看到他的牙齿 对 松开了 或者手松开了之后 你再继续加强 对继续加强 把那个旋律的音量放大 或者说把那些话 语速再放慢一点 再说几次 他只要那个手 松开了 效果就成了 对 以后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反复不断的提醒和强化 他的这个问题会得以解决 对 当然需要非常的有耐心 非常的有耐心 我现在通过学习之后 我有这个意识 每当我开始焦虑的时候 每当我开始 被我的情绪所操控的时候 对 我第一反应 我有一种新的 有一种新的认知 对 提醒我 提醒我 然后有一个新的声音在提醒我 虽然我还是会难受 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遇到了一件事情 让我特别的焦虑 真的 但是我在提醒自己 我开始焦虑了 我有意识到 那我要怎么做呢 对我如果说去发泄情绪 去让自己示范 所得到的结果 是我想要的吗 我会不断的问自己 我说不会 因为以前有体验过 对 得到的是不好的结果 我此时此刻就会体验自己 那我还要焦虑吗 对 我不要焦虑 那我怎么样环节焦虑 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做美食 比如说看书 比如说静坐 对 当我去做了那些事情之后 我专注于那些事情 真的 不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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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因为我的焦虑 我的自我否定 我都得了抑郁症 你们信吗 你们相信吗 最后还是靠自 最后还是靠自我疗愈好了 对 当然这个好的 他 怎么说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好 当再一次的受到内心里面 最最最最最底层的 曾经伤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他还是会出来 但是我现在有那种意识感 在第一时间我会意识到 对 然后我会想办法去去分散注意力 对 把自己的注意力 这个方面的注意力分散 然后专注到另外的事情上面 专注到另外的一件事情上面 就得以解决 我真的我 我感觉可能我现在表达的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真的很受用 我真的很受用 最起码对于我自身而言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嗯 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从所谓的以前的完美主义者 这个叫好听的说法 不好听就是有神经病的一个角色 然后慢慢的中间经历呢 甚至不想不想要活下去 想要了结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 痛苦了很多年 而且曾经连续的好多年的失眠 对 好多年的失眠 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 就每遇到任何一个事情 哪怕嘴巴上很硬 但是心里却在想 哎呦我是哪里又做的不对 我哪里怎么样怎么样 从很糟糕的一个角色 现在的我给很多人的一个就是 哇你很阳光 你好自信 你好怎么样呢 对 我想说我不是伪装的 对 因为这现在的我就是我 就是现在的我 对 失眠调整好了 早就好了 我现在真的就达到了 我曾经羡慕别人的一种状态 我们主的同事 他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一到堂椅上面 立马就打呼噜 就那种 我曾经真的很羡慕他们 我甚至会很 很无知的觉得 哇这些人是内的吗 还是说没心没肺呀 说睡就睡呀 对 我现在只要是我一上床 我就可以让自己睡着 当我睡不着不想睡的时候 我直接通过我的呼吸 不到十个呼吸就可以睡着 真的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呼吸的那种 就是将它融入到我的身体里面呢 真的是 真的很好 当我想要达到某一种欲望的时候 我也可以通过我的呼吸来 控制我的那个欲望 对 一些是这个样子 不是所有的 我还没达到那种境界 我失眠早就好了 我自从开始习练瑜伽之后 对 慢慢的慢慢的 随着我练习的时间 自律的时间越久 我找到呼吸的感觉 越强烈了 然后 睡眠的质量也就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基本上 嗯 刚才我的闹钟 我有一个底线 九点钟是要上床的 对 所以我今天已经第一次的 也不叫第一次吧 已经有几次了 我不记得 反正有好几次了 我已经放下了我计划要做的事情 不做了 对 不做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会再问自己 我这个蛋糕 如果今天不做有影响吗 影响大吗 会让我难受吗 会让我不开心吗 它可能会让我觉得 我的计划的事情没有做 其实只是说我的一种欲望 我的一种强迫的欲望 强迫自己去做那件事情的欲望 对它重不重要 是它重要 还是说我现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我要休息好 然后第二天早上 四点或者五点起床 好好的去静坐和习念瑜伽 然后让我整个人充满能量 去好好的生活 去好好的工作 对啊 我这个从去年持续到今年 对 从去年过年之前 一直持续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的 早起早睡 我说了我几十年的习惯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会离开手机 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是手机救了我 我可以说 是手机里面的一个主播救了我 所以说 对于我来说 手机是很重要的 可以没有所有 不能没有手机 我以前对任何人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真的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也接纳这个自己 我甚至觉得自己 再想起曾经自己说的那些话 都是笑话 我们的人 没有做不了的事情 只有你不想做的 再一次的坚定了这个想法 所以我现在说事情很少绝对话 很少说绝对话的字 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不想做的 包括睡觉也是 我以前从来没有早起的习惯 但是我现在有了 我身边很多人都佩服我 你怎么样有的 我说就那么慢慢的有的 现在我对 就是回到刚才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 比如说我的计划的事情没有做 我以前是有强迫症的 我不做 我一晚上睡不着 我会睡不着 但是现在我会想 我这个事情不做 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 对 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不做了 对我明天早上可能就没有热葱蛋糕吃 然后影响大不大呢 我不吃 我有没有别的东西吃 有 我有全卖面包 那然后对我的 对我的情绪或者对我内心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如果我今天不早睡 对我明天早上有影响吗 有 对 因为我明天哪怕早起了 可能因为睡眠质量不好 我整个状态不好 影响我的静坐 对 那静坐和练习语讲对于我重要 重要 对 我会去权衡 这个今天计划做的这个事情 和我今天所面临的要早睡明日要早起的一个事情 他们两者来比哪个重要 比讲了之后就知道了结果 对 早睡明天早起重要 因为静坐和练习瑜伽重要 搞清楚了 就自己给自己解决了自己内心的那种矛盾和问题 要是我以前就会焦虑怎么办 我事情又没做了 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又会影响到我晚睡 对我晚睡又会影响到明天 一系列的就出来了 现在不会 所以我要准备下播了 很开心 今天这么长时间没有弄脸 对 虽然好像来 播了个寂寞 闹了个笑话 但是却是开心的 脸上一直是嘴角上扬 露着笑脸的 嗯 所以很好很好 没有提醒 没有违规 哈哈哈 啊 你也像了吗 嗯 你真的 对 还是要活在现实当中 对 直播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 然后我的直播间 就像我的家一样 真的 甚至比妈妈那里的家还重要 其实 因为这里我想说什么 我就可以说 我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实生活中 我也在做自己 但不是 所有想说的话 你都能去说 都会去说 但是直播间 除了说 提醒过我的违规的 我不会说 其他的我想说的 或者说 嗯 嗯 我愿意说的我都会说 对 提醒的 那就要吃一线长一字嘛 是吧 不能说的 你在这里就要受人家约束 嗯 那接下来好梦哦 好梦哦 我明天 我们明天要穿白衬衣和 深色的裤子拍那个 拍那个什么 爱心首饰集体照 我不知道 领导为什么这个样子 对 好好通知 那我要去找一下 我的白色的衬衣 那个有点透 有点透 那我明天扎马尾 对 明天扎马尾 我以后只会有 我最起码这一段时间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只会有 我只会有 三个发型 一个就是马尾 对 做美食的时候 我估计多半会是马尾 念瑜伽的时候 我会粘两个便便 因为方便我做动作 然后就是 早晨 分享我的心得呀 感悟啊 或者说我的早餐的时候 我会粘两个小便子 放在这里 然后后面是 闪着的这种 对 好了下了 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 我需要做断舍离呢 我要把我之前的 直播的录音 全部删掉 我直播的这个手机 是512G的 它只剩下 不到50个G呢 所以它经常会卡 它经常呢 屏幕也点不了了呢 点不动了 下波也下不了 只能直接把它推掉 只能直接把它推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个东西啊 就这样 对 如果是我 如果是了解我的人 他就知道我刚才去看啥去了 对 嗯 哎我今天舒子哥哥没有跟我说话呢 来了我得说他了 真讨厌 这么长时间没见 我都不说想人家了 完了呢 嗯 对 也没有好好了几句天 人家不见了 下了 对 点不了叉 只能直接推上去了 对 对 对 我们在这种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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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